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經文是 行音的婦人 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經文 請看 文氏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音師被拿的婦人來 叫他站在當中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文氏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音師被拿的婦人來 請問行音最少需要幾個人 他可能很多人喔 很多批的不討論 最少也要兩個人對不對 請問只有一個人來 那另外一個人去哪裡 搞不好是他們其中一個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說不公平 為什麼只有這一個呢 對不對 其實這裡面已經蘊含了其他的事情 OK好 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 夫子這婦人是正在行音之時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搭式 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在給耶穌一個很大的難關 因為如果耶穌說 我是充滿恩典跟憐憫 充滿恩典跟真理的 我們不要把他打死 我們要愛他 這個時候 耶穌毀了律法 有罪 他們要用石頭把耶穌打死 如果耶穌說 好啊 那我們就來用石頭把他打死吧 羅馬人會來 會幹嘛 因為有太人沒有判人死刑的權柄 所以羅馬人就把耶穌抓走了 你又判他死 因為你殺人嘛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耶穌先用一個兩難 可是你不用擔心 耶穌是神 我們看他充滿智慧的解決方法 我們看下一頁 他們說這話 乃試探耶穌要得到告他的把柄 耶穌卻彎著腰用石頭在地上畫字 你看我們這個圖 你有沒有看到耶穌在地上畫字 如果你有機會去查聖經的話 舊約有個地方叫鋪石處 其實聖殿的根基 現在耶穌在聖殿外面 聖殿的根基 聖殿的地上是用石頭做的 而耶穌為什麼在地上畫字用紙頭 還要強調紙頭 是有他特別的意義的喔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 耶穌就直起要來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你看耶穌的回答多麼有智慧 如果耶穌說不要打他 那他犯罪 耶穌說打他 他也是犯罪 耶穌說你們沒有罪的 誰就先拿石頭打他 耶穌有沒有說不要打 耶穌有沒有說要打 耶穌說沒有罪的來打啊 結果呢 我們再看下面 於是又彎著要用紙頭在地上畫字 你看他不斷地一直彎著要在地上畫字耶 其實是有很大意義的 OK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穌藝人還有那婦人人就站在當中 你看為什麼老到少 因為老的犯罪比較多啊 因為從小到大犯罪 從小犯罪犯罪 而且少的他會覺得 該不會那些老的都沒犯罪吧 我絕對不要先出去 太危險了 結果呢 老的先出去了 少的也跟得出去 只剩一個人 只剩耶穌藝人 這邊再告訴你一件事 耶穌是唯一沒有犯罪的人 耶穌也覺得 耶穌也可以跟那婦人說 那個其實我也犯罪我也出去 沒有 耶穌沒有出去 耶穌是唯一沒有犯罪的那位 他的敵人想各種方法控告他 都無法證明他犯罪 你懂嗎 只剩耶穌藝人 耶穌是唯一沒有犯罪的那位 無罪的耶穌 還有那婦人當然他犯罪 那婦人人就站在當中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耶穌就執起要來對他說 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 主啊 沒有 耶穌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執起要來對他說 先問說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耶穌要告訴你 我們真的不要去定人家罪 我們裡面還是有罪性 就算你撐意的 你還是有罪性啊 然後他回答說 主啊 沒有 耶穌怎麼說 耶穌說 沒事了 可以走了 是這樣嗎 沒有 耶穌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你不要定別人的罪 因為耶穌也不定你的罪 耶穌也不要你去定別人的罪 OK 但耶穌怎麼說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 他先說 去吧 去吧 然後再不要犯罪 而不是 比如說你有一個小孩 他偷吃餅乾 然後呢 他在吃飯前 偷吃糖果 偷吃餅乾 你會跟他說 以後不准再吃餅乾 他教他 教完了 甚至還打小手 我已經打完之後說 不可以再犯罪了 以後乖 以後不要再吃糖了 好 答應我 好 答應 然後就你可以走 你有沒有發現 你要先人家答應你不犯罪 你才讓他走 可是耶穌說 去吧 讓你走了 不要再犯罪 請問有保證這個行為的婦人 永遠不會再犯罪嗎 不保證 耶穌拯救他 讓他沒有死 並不保證他以後不會犯罪 但是耶穌卻先給他恩典說 我先救你 你可以走了 請不要再犯罪 懂嗎 就是這樣 我們要學習耶穌的樣式 不要定人家的罪 然後去愛別人 也許你愛他 他仍舊會軟弱犯罪 但是你還是愛他 有一天他會改變的 就是耶穌所做的 再來提到剛才耶穌在地上寫字 到底在寫什麼 我們看一下耶 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完的話 就把兩塊石板交給他 兩塊法板交給他是神用指頭寫的 這是出埃及記舊約 而新約右邊耶穌卻彎著腰 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都是指頭 當初用指頭寫實界的那位神 現在用指頭在地上畫字說 我就是那位定律法的神 今天我已經完成律法 我將要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 你們不要再犯罪 但是不用擔心 不再靠你自己了 你看下面的箭頭 律法是定罪的 就很像是耶穌對那個少年觀說 如果你要跟我講你做得多好 你永遠還缺一件 但是如果你像撒該一樣 那是路加福音18章 而19章 撒該耶穌就是給他憐憫 他就改變 給他恩典 他就改變了 相同的 耶穌在這個地方寫字說 我就是那個律法的主 在新約裡面 耶穌來贖罪 他不再定罪 他來贖你的罪 他為你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 所以他要在地上用指頭在石板上寫字 我就是那位實界的主 我就是那位恩典的主 如今進到恩典裡 接受我白白的祝福吧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進到祝福裡 那一位用指頭寫字 在石板上寫字的神 我們如今降生在地上 為我們死 為我們活在為我們死 又為我們復活 所以我們大有盼望 你是誠意的 接受耶穌做救主跟生命的主 你就要被誠意 你就會蒙福 而且你要把這美好的上帝分享出去 你現在最被赦免 你的生命擁有全新美好的盼望 來分享這位耶穌 先接受這位耶穌 被他愛 然後分享這位耶穌 給世上的每一個人 你大有盼望 因為他就是盼望的源頭 奉耶穌明祷告 阿們